1931年8月,甘肃爆发了非著名的雷马事变。 此事将蒋介石、陕西洋虎城、西北珠玛以及狮氏下台的冯玉祥、吴沛福等势力卷入其中, 各方势力在偏远的甘肃激烈角逐,国家统一与地方扩张,军阀割据与五人野望, 催生出一幕幕阴谋、阳谋,改变了民国时期,甘肃乃至整个西北政治局面。 就像玉台茶馆揭示了晚清民国光怪陆离的事项一样, 雷马事变堪称民国军阀斗争的缩影,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一小剑大,窥一般而知全报,处一鱼而观全局。 故事还得从冯玉祥说起。 第二次执奉战争后,张作霖、冯玉祥、段祺瑞三巨头掌握了北京政府。 三人中,段祺瑞是临时执政,名义上的老大, 张作霖和冯玉祥是实力派,一个是东北边坊督办兼奉天督办, 一个是西北边坊督办兼甘肃督办,一个东北王,一个西北王, 共同遥控北京政府。 不同的是,张作霖这个东北王是实的,冯玉祥的西北王是虚的, 他虽然挂着西北边坊督办兼甘肃督办的头衔, 但根基太浅,还无力将实力深入甘肃以及整个西北。 直到1925年9月,冯玉祥才派刘玉芬为国民军入甘总指挥, 率领大军一路向西,向兰州进发。 1929年之前的甘肃,与现在的甘肃不是一回事, 当时甘肃还未拆分,地域非常辽阔, 为了镇守甘肃,清朝设置隆东、隆南、河州、 甘州、梁州、宿州、甘边宁海, 迎下八大镇守使,回汉各半, 使称甘肃八镇。 到了北洋时期,甘肃渡军, 督办无力控制局面, 八大镇守使拥兵自重, 形成了八个小军阀。 刘玉芬率军进入兰州后, 首先活埋了兰州实力派, 甘肃陆军第一师师长李长青, 杀鸡夏侯, 各地震守使无力对抗国民军, 纷纷接受改编, 国民军初步在甘肃站稳了脚跟。 此后,经历了国凤战争, 冯玉芳下野, 五元逝师等历史大事件, 国民军于1926年八月底, 武力平定甘肃, 将其变成了大后方和主要根据地。 冯玉芳对甘肃的控制, 指于中原大战。 中原大战前夕, 冯玉芳想玩作哈, 命令驻甘肃部队宣布东进集结, 和蒋介石一战定乾坤。 孙联中认为, 甘肃情况复杂, 应该留下得力部队用来震慑。 冯玉芳回复道, 盛则在江南组织政府, 败则不惜同归于尽。 就这样, 冯玉芳将西北的力量抽掉一攻, 仅留下了雷中田一个旅, 将其从河溪走廊调放兰州, 要么胜利, 要么毁灭, 好一个破釜沉州。 历史还真成全了他, 只不过不是胜利, 而是毁灭。 大战期间, 杨虎城攻占同关, 截断了冯玉芳大军, 撤回大西北的退路。 冯玉芳打算北渡黄河, 绕到靖南, 陕北, 退回甘肃。 然而, 随着卫队旅长纪真彤投降蒋介时, 冯玉芳退回甘肃的最后一丝希望破灭了。 冯玉芳带领少数亲戚, 逃到了山西焚羊, 隐居在城郊玉道河, 表面上埋头读书, 暗地里卧薪尝胆, 积极联络, 组织各地返蒋势力, 企图东山再起。 此时的冯玉芳, 就像一个探测雷达, 哪里有微弱的反蒋讯号, 他就关注哪里, 并施以影响, 把事情搞大。 后来的时有三支乱, 雷马事变, 查哈尔抗日同盟, 福建事变等反蒋运动, 冯玉祥都参与了其中。 弄清楚了时代背景, 我们再来说雷马事变。 西北军瓦解后, 驻兰州的雷中田旅, 即无力震住甘肃局面, 有无力对抗蒋介时, 强势介入甘肃。 蒋介时任命原宁夏省主席马洪斌, 为甘肃省代主席, 将雷中田旅改编为中央陆军新编第八师, 同时派马文车, 炎尔爱, 谭克敏, 刘炳翠私人为观察员到甘肃, 以马文车为国民党甘肃党部整理委员, 类似于特派员, 对马, 雷及甘肃省政进行监视。 此外, 甘肃的地头蛇门, 也都接受了南京政府的委任, 表面上, 南京政府将甘肃纳入了统治范围, 实际上, 甘肃政局暗流涌动, 各方势力蠢蠢欲动。 马洪斌出任甘肃省代主席, 是马福祥, 殊职关系, 向蒋介时推荐的。 马福祥资格很老, 他曾率兵抵抗八国联军, 并护卫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逃往西安, 打下了马家军的一片基业, 是西北著名地方势力派。 无论是北洋时代还是南京政府时代, 马福祥都是朝廷重点笼络对象。 国民军进军甘肃前, 冯玉祥请马福祥担任西北边防会办, 副都办, 并与其结尾把兄弟, 正是有了马福祥的支持, 国民军进军甘肃才一路无阻, 国民军入甘, 采取的是争取回军, 消灭汉族军阀的策略。 中原大战期间, 马福祥, 马洪奎父子选择了蒋介石, 马洪奎率军加入蒋军作战, 马福祥则在战后到处奔走, 劝说冯玉祥部下接手边遣, 父子俩为蒋介石出力不小, 深得蒋介石倚重。 马洪奎上任后, 很想做出一番事业, 推出了许多改革措施。 然而, 因为政治水平有限, 马洪奎改革收到了反效果, 得罪了既得利益者, 又没有让下层获得实惠, 舆论大为不满, 马洪奎微信下降, 省府上下离心离德。 马洪奎的一连串失误, 为野心家搞事情提供了机会。 此时, 已经是师长的雷中田, 与马洪奎相处并不和谐。 雷中田虽然接受了蒋介石的改编, 但心向冯玉祥, 两人一直用电台保持着联系。 冯玉祥还经常派代表来兰州, 直到雷中田前复待命, 伺机夺回甘肃省政大权, 建立反蒋根居地, 助力冯玉祥东山再起。 雷中田想扩军, 但梁想仰仗马洪奎的省政府攻击, 马洪奎在搞精兵检政, 没有满足雷中田, 两人因此闹得很僵。 马洪奎把甘肃搞得一团糟, 雷中田看在眼里, 他非常鄙视马洪奎, 认为马能力有限, 靠叔叔上位难成大事, 而且马洪奎在兰州的兵力不多, 搞掉他一如反掌。 马洪奎和雷中田失和, 没逃过南京派来的观察员的眼睛。 四名观察员不仅是带着眼睛和耳朵来的, 也是带着野心来的, 其中, 闫耳爱, 谭克敏倾向于马洪奔, 马文车, 刘炳翠则倾向于雷中田。 尤其是马文车野心勃勃, 他来甘肃的目的除了搞监视之外, 还带了私货, 捞取政治资本, 取代马洪奔, 掌握甘肃省政府大权。 敌人的敌人可以做朋友, 马文车不断在雷中田和马洪奔之间挑灯拨火, 怂恿雷中田倒马。 马洪斌和雷中田名争暗斗, 也引起了隔壁杨虎城的注意。 杨虎城崛起于陕西本土, 曾经归附冯玉祥, 后来他认为冯带人苛刻, 老拿他这个杂牌当炮灰, 心生不满。 1929年他投靠了蒋介石, 在中原大战中出了大力, 事后蒋介石论功行赏, 任命杨虎城为陕西省主席。 杨虎城主政一方后, 并没有值得一满, 他明白, 蒋介石让他支张陕西只是权益之计, 未来迟早会收拾像他这样的杂牌, 于是他在心里把蒋介石当成最大的威胁。 怎样对付蒋介石呢? 最好的办法是向西北发展, 扩张地盘, 壮大实力。 一旦割据整个大西北, 打通与苏联的联系, 蒋介石就很难吃掉自己了。 向大西北扩张的第一步, 是向甘肃扩张, 而机会很快就来了。 1931年6月, 蒋介石任命杨虎城, 出任洛阳行营主任, 后改同关行营。 同关行营主任权力极大, 名义上呈总司令之命, 同理西北一切军令军政事宜。 这意味着蒋介石把整个西北的事物, 都交给杨虎城全权处理, 杨拥有了向西北扩张的合法身份。 西北是地头舍的天下, 杨虎城要打开局面, 需要一个契机, 水魂才好摸鱼。 马红兵和雷中田争斗, 就是一个契机。 杨虎城想驱虎吞狼, 利用雷中田扳倒马红兵, 然后借机出兵评判, 一举扫荡地头舍拿下甘肃。 于是, 他也向雷中田派出了代表, 密谋合作倒马。 大事的发生, 都需要一个倒火索, 雷马事变的倒火索, 使甘肃省政府改组。 1931年8月4日, 南京政府行政院通过决议, 改组甘肃省政府, 任命马红斌等九人为省政府委员, 以马红斌为主席。 马红斌很满意, 他从代主席转正了, 马文车不满意, 他只是委员之一, 没有实质, 更可气的是, 比他身份更低, 资历更浅的另一个视察员谈克敏, 不仅也是委员, 还被任命为财政厅长。 雷中田更不满意, 他连委员都没捞到一个。 雷中田和马文车怀疑, 这次中央改组甘肃省政府, 使马福祥在背后用金钱运作, 二人因此对马红斌更加不满。 一直关注甘肃局势发展的冯玉祥, 觉得启示时机已然成熟, 于是派代表持亲笔姓赶赴兰州, 只是雷中田准备发动军事政变, 干掉马红斌夺回甘肃这个大西北根据地, 然后重振旗鼓, 于蒋介石逐鹿中原。 雷中田与冯玉祥加紧密谋。 8月16日, 冯玉祥在另一封亲笔信中告诉雷中田, 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全国反蒋形势正在形成, 燕西山已从大连返回山西, 秘密策划导蒋, 两广军队已进入湖南并继续北上, 将与北方反蒋部队互为声援。 解释一下, 1931年春, 蒋介石扣押国民党元老胡汉民, 引起了国民党内反蒋势力的公愤, 汪精卫、孙科、李宗仁、陈己堂, 以及西山会议派等, 在广州另立国民政府, 并联合燕西山、冯玉祥等共同反蒋。 为了确保雷中田成功, 冯玉祥还联络住房甘肃周边的旧部, 如汉中的王志远, 隋西的王英, 陕西滨州的苏宇生等, 要求他们起兵配合雷中田。 1931年8月25日, 雷中田和马文车突然发动政变, 他们关闭兰州城门, 一面派人捉拿马红兵, 一面调动军队进攻马红兵驻兰州的部队。 马红兵逃不出去, 又不忍地方遭战火摧残, 主动向高振邦投降了。 高振邦是雷中田下面的一个旅长, 兼任兰州警察局局长。 为什么要向高振邦投降呢? 因为高振邦与马红兵的儿子是把兄弟, 两人关系很好, 选择向高振邦投降可以获得保护。 果然, 高振邦没有为难马红兵, 好吃好喝软进着。 后来冯玉祥和雷中田都主张杀了马红兵, 但高振邦拒不交出, 甚至不惜与雷中田翻脸。 冯玉祥为避免内部分裂, 才打消杀马的想法。 很快, 雷中田和马文车搞了个甘肃省临时政府, 以马文车、 雷中田等13人为委员。 其中, 马文车任省政府主席兼教育厅长, 雷中田任甘肃省保安司令。 马文车终于当上了梦寐以求的省主席。 所以吗? 梦想总是要有的, 万一实现了呢? 事成之后, 雷中田向冯玉祥详细汇报了经过, 翘首以盼的冯玉祥很欣慰, 对雷中田等人大家赞赏, 并发出了重要指示。 他要求雷中田等人, 严密堪压马红兵, 竭力扩充军备, 断绝与南京政府的联系, 归附广州政府, 稳住阵脚, 京城团结, 随机应变, 当机立断, 有问题随时回报。 为了鼓舞失气, 冯玉祥还告诉雷中田说, 蒋介石在江西又吃了败仗, 围剿红军, 广州方面的陶将军已进入湖南, 各方反蒋大联合即将形成, 蒋介石覆灭在即。 雷马事变发生后, 马夫想领先西北珠马, 向蒋介石汇报了情况。 蒋介石既要对付江西方面, 又要应付广州方面, 无力顾忌甘肃, 另一方面, 雷中田和马文车在通电中, 只说了反马红冰, 没有公开反蒋。 蒋介石不便发作, 只是命令马文车, 献文到即将马主席恢复自由, 行驶之权。 意思就是, 看到电文后, 立即放了马红冰主席, 让他行驶之权。 之后, 蒋介石把甘肃失误甩给了杨虎城, 杨虎城是同官行营主任, 解决雷马事变是其分类之事。 拿到授权后, 杨虎城要求马文车释放马红冰, 恢复其职务。 马文车称已将马红冰放了, 只是马红冰难以服众, 无法恢复其职务。 杨虎城就是希望马文车抗命, 不抗命, 怎么把事情搞大, 怎么向甘肃派兵。 11月, 就在雷马事变各方僵持不下的时候, 折服于四川的吴佩孚出来带节奏了。 北伐战争中, 吴佩孚势力覆灭, 吴带领少数清新卫队逃到四川, 投靠了军阀养森。 吴佩孚宣称入川游历, 不问政治, 摆出一副退出江湖的姿态, 实际上一直关注着政治动向, 谋划东山再起。 雷马事变后, 吴佩孚以游历为宁来到了天水, 表示愿意调停甘肃各势力之间的矛盾。 调停只是手段, 吴佩孚的目的想利用调停, 扩大自己的政治影响力, 在西北拉起一帮人马卷土重来。 马文车, 雷中田, 高振邦经过激烈争论, 决定迎接吴佩孚来兰州, 这仨人影响力有限, 他们需要借助扶威上将军的号召力, 整合, 震慑西北地方势力, 打破将军。 冯玉祥得知此事后, 大呼不妙, 他急点雷中田, 快点把吴佩孚搞走, 吴佩孚不来还好, 他一来就会把蒋介石的军队招来, 到时候大家都晚了。 雷中田回电表示, 来不及了, 大家都同意迎接吴佩孚, 迎接的人已经出发了。 杨虎城也注意到了吴佩孚, 他告诉蒋介石, 吴在非常时期进入甘肃, 到处封关许愿, 目的是想趁乱割据, 请示蒋, 要不要把吴佩孚扣押近经发落, 暗示想派兵入甘。 蒋介石只是杨虎城, 严密监视即可, 不必扣押, 暗示反对派兵入甘。 就这样, 吴佩孚于11月7日来到兰州。 在吴佩孚的过旋下, 马洪斌与雷马尔人达成了协议, 雷、马释放马洪斌, 马洪斌带领部队回宁夏, 宁夏是马洪斌的地盘, 吴佩孚担保, 马洪斌回去后, 部队雷、马采取军事行动。 吴佩孚三言两语, 就调停了雷马事变, 威望蹭蹭往上涨。 一时间, 吴佩孚受各方势力推崇, 门庭弱势, 他还到处演讲, 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 网络西北有影响力的人物, 为付出大造舆论。 冯玉祥对此忧心忡忡, 他苦口婆心告诫雷中田, 马洪斌万不可放, 吴佩孚是祸害, 如果你们还和吴佩孚搞在一起, 必定大祸临头, 我只能给你们收尸了。 然而, 事情已成骑虎之势, 脱离了雷中田等人的掌控, 众人只能一条道走道黑。 11月15日, 马文车、雷中田、 高震邦等人, 以干、清、宁、 兴、 川武省军政要人的名义 发了一份通电, 主张拥吴座镇西北 以解中央后顾之忧。 这份通电的发出, 注定了雷马事变失败的结局。 本来, 平定是有三叛乱后, 蒋介石对除红军之外的叛乱, 一般都谋求政治解决。 雷马事变发生后, 杨虎成几次请令出兵甘肃, 都被蒋介石驳回了。 然而, 雷、 马等人公然用吴沛福出山, 事情兴致变了。 对南京政府而言, 吴沛福是北洋云野, 前朝大佬, 他在甘肃搞的事是复辟。 反清复明, 朝廷肯定要镇压。 蒋介石先是命令杨虎成出兵平叛, 杨虎成派出了孙卫如第十七师, 几天后, 蒋介石又命令马洪斌出兵甘肃, 与孙卫如一致行动。 杨虎成的小九九, 蒋介石心知肚明, 他让马洪斌也出兵甘肃, 就是为了防止杨虎成独占甘肃, 二虎相争, 才便于中央从中操控。 不过, 马洪斌指派了少量部队配合进攻, 甘肃并没有形成二虎相争的局面, 只为杨虎成控制甘肃, 创造了条件。 中央下达讨伐令后, 甘肃地头蛇门, 如陈规章, 鲁大昌等, 一改虚与尾仪的态度, 纷纷接受了蒋介石的委任, 充当带路党, 配合陕军, 进攻雷中田。 强导众人推, 古破万人锤, 在陕军, 马家军, 甘肃地头蛇的围攻下, 雷中田节节败退, 十二月七日, 雷中田因主力损失殆尽, 抛弃残部, 逃往四川。 九日, 陕军逼近兰州, 马文车, 吴佩孚仓促撤离, 经宁夏, 包头, 逃往北平。 有意思的是, 吴佩孚跑路经过宁夏时, 马洪斌请示马福祥怎么处理, 马福祥指示道, 吴佩孚此次有富国家, 有富地方, 但以私交而论, 如果吴佩孚到宁夏, 还是要保护他的人身安全, 吴佩孚这才顺利逃走。 雷马事变到此就算结束了, 但他的余波仍在。 孙卫如率军进入兰州, 组建了甘肃省政府临时维持委员会, 自任委员长杨虎成在积极运作, 为控制甘肃做准备。 两人想把生米做成熟饭, 逼蒋介石承认陕军控制甘肃这个继承事实。 蒋介石什么段位能让杨虎成得逞? 12月15日, 蒋介石任命孙卫如为甘肃宣卫市, 同时改组甘肃省政府以邵立子为省主席。 宣卫市是个临时性差事。 蒋介石是想告诉杨虎成, 陕军入甘是临时性的, 不要有非分之想。 杨虎成虽然控制了甘肃很多地方, 并在重要岗位上安插了大量自己人, 但终究没能吞下甘肃。 在往后, 时间站在蒋介石这边, 只要蒋介石腾出手来, 需应对红军, 日本以及广州方面, 肯定会加强对甘肃的控制, 挤走杨虎成的势力。 1933年, 杨虎成最担心的事还是发生了, 蒋介石命令胡宗南, 率领中央军第一师开进甘肃, 并以军人出身的朱少良为甘肃省主席, 胡宗南和朱少良入甘, 改变甘肃力量对比, 没有哪个地头蛇敢与精锐的中央军抗衡。 在中央军的威逼下, 入甘陕军陆续撤出甘肃, 退回陕西, 杨虎成安插在甘肃的人相继被清理。 1934年8月, 随着甘肃省政府秘书长杜滨城去职, 杨虎成势力基本被排挤出甘肃。 作为一场政治博弈, 雷马事变的过程怎么曲折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 谁是这次事变的最终获益者? 显然, 雷马事变的最大赢家是蒋介石。 南京政府控制甘肃, 结束了甘肃, 长达几十年的混乱局面, 以甘肃为前哨战。 南京政府有效地管控着青海, 宁夏等边缘地区, 影响力直达新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